一个女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比,只需要自己做到最满意的状态,不辜负这一生就好了,我希望以下的这十四条,可以我们可以常鞭策自己,不熬夜,早点睡,没有什么值得你熬夜,不找你的人在玩也不会找你。 死无忌惮的消耗身体,是对自己最大的不爱惜,也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顺,不管你的梦想有多大,不管工作有多忙,也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别睡得太晚,别爱得太满,而也是美容最大的敌人,请一定好好爱惜自己。 读书,精致的女人都喜欢读书,她们心里是安静的,脸上是温柔的,整个生命都充满自信,不再计较鸡毛蒜皮,有勇气仰望星空浩瀚,读书久了,已是一句就像一日三餐一样,早就和身体相容。 眉眼之间的淡定,会心一笑的悠扬,闭神死寸的温婉,今年累月下来,读书的痕迹潜藏到气质和谈吐里,容貌自然改变,富有是舒气测华,岁月从不爱美人,少刷些朋友圈,多读两本好书,再忙也别让机充电,健身,身上的每一寸坠肉,其实都是像生活妥协的标志,人生那么短, 不要在最美好的那几年,选择做一个胖子,好的身体,才是梦想与未来的真正支撑,努力健身的你,一定会收获得越来越多的好运气,旅行,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不一样的人文风情,在旅行中,和有趣的灵魂相遇,邂逅真诚的故事,在路上过一种很酷的人生,这个世界,有一些穿高跟鞋的无道的路, 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见的人,一路上所接触过的一切,足以让你用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让你思索,明白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打扮,满适合自己的衣食,穿出自己的气质,不一定是名贵衣裳, 不一定是高级定制,但一定舒服,永远整齐干净,让自己在每一天都光彩奕奕,别把生活过得邋遢不堪,也许在你家着人自拖到街角到垃圾,的时候就能撞见男神,所以,我们每天要好好打扮自己,保持优扰,善待父母, 好好珍惜和父母生活的时光,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父母去,人生仅上归途,当父母慢慢老去时,多些细心,多些用心,多一些耐心,和好友相聚,有空多和朋友联系,经历很多事后你会明白,最靠得住的除了亲情,就是友情, 与其鸡驴驴戏驴戴着屏幕说哈喽,不如大大方方叫上自己的老朋友出来聚聚,朋友圈里的一千零一个赞,转瞬即逝,但好朋友相聚的时光,却能真正留在你心底,养花,养几棚好花,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他,看着他开花花扒芽,你会感到生命的可贵和满心的幸福,培养自己的小爱好,培养自己的小爱好, 发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 努力把每一天都过得新鲜 充满乐趣 也许工作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空间 别忘了给自己开辟一块小小的天地 工作是忙不完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 心中有热爱 眼里才能有光芒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管工作再忙 也要保持简单单薄的心境 花一些心思把专注和爱 都蓬掉在食物里 体会出人间烟火的小乐趣 身体接受减净的食物 精悦而不减略 注重饮食健康 心灵也收获一份减净 整理房间 家的样子 决定你生活的样子 清理房间是让你元气满满的充电过程 扫尘 意识扫心 把生活过得简单 丰盛 美好 把房间整理得干净 舒适 自在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懂得放松自己 下雨的傍晚 穿着人子拖出门散散步 在夜幕将将烈时归家 在月亮晚一开始睡下 换上宽松的睡衣 蓝散的躺在沙发上 白白今早买的CD 看看她早笑好的美剧 有时轻松的蓝散 更显得女人的妩媚 更显得女人的妩媚与优雅 容易满足 不要拒绝哪怕一次微小的开心 不要拒绝哪怕一次微量的梦想 不要拒绝哪怕一次微微心动的喜欢 不要拒绝哪怕一次微小的饭香 欣愿接受生活的高低曲折 不为青春是去感叹 只愿感受生活的小确幸 经济独立 不管家境如何 保持经济独立 一定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就一定要有不依附于任何人 也能潇洒的过后每一天的实力 经济独立 才能灵魂挺白 才有底气说 恋一个人 爱于见物 一样 我都不将就 做女人 最紧要是姿态好看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 不自怜 不自卑 不约叹 一日一日来 一步一步走 那份柳暗荒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 在于自己的羞耻 这一生匆匆 七万物美好 而而在中央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